秋香 我找到你好辛苦啊 哎你跑什么 秋香 秋香你等我 你怎么了 秋香怎么了吗 你知道这10多天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吗 你爸爸又来照顾我 他给我的一张银行卡 叫我离开你的天一哥 我们还是分手吧 你等一下 秋香 放下 放下放下 别哭了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怎么了 说真的配不上你天一哥 你有那么好的事业 我真的是不想拖累你了 秋香你听我说 你知道这10多天我找你找的多辛苦吗 我去出差一回来 我发现家里面什么都没有了 然后他们说你搬走了 我到处找你我打电话你也不接 我发信心你也不回 你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吗 你跑到这 熊山屁朗的地方来干什么 你爸爸过来找我了 他给了我一张银行卡叫我离开你 我想也是对的 天一哥 我一个农村女人真的配不上你 你有那么好的事业 而我只是一个农村的人 在事业上我根本就帮不了你的 而且千一哥我们开直播 我在你旁边我根本就帮不上什么忙 也不会说那么好听的话 真的是太没有了 天一哥 秋香 你不要这么想 你不能因为我爸爸说这些话 你不能觉得 会拖累我 你就委屈了自己 你看我们两个走到现在 多不容易 是不是 我也排除了万难 跟我爸爸闹反目了 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为什么就不能为我坚持一下 你不要觉得你跟我在一起 是拖累我了 是配不上我 我就喜欢你这样子的 就像老人言 一个人面向舒服的人 一定是个好人 因为一颗阴暗的心撑不起一张灿烂的脸 人心词 则貌美 人心善 则面善 所以 他们都说你是有福相的人 因为你够善良 秋香 你不要所有的委屈都自己受 以后 我陪着你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 你有什么事情跟我商量 不管我爸爸来找你也好 还是他的助理来找你也好 你 别哭了 我真的看到你好心疼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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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回去吧 好不好 你看你这些天受委屈了 我知道你肯定很难过 回去吧好不好 我爸爸可能故意的派我去香港的事业部 去了有半个月 所以我一回来我就发现你把家里面东西都搬空了 然后旁边的人说你搬走了 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吗 我生怕再也见不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送给我 我们回家 走 秋香 你现在就住这里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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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来坐吗 你过来坐吗 哎 你怎么这么傻呀 我真的不得不说你了 住的房子为什么不住要住在这边来 因为 你爸爸每天都派人过来找我 我不得不把你出来住 哎 快点把东西收拾一下 这个还要回去住原来的那个地方呢 你住在这里我也不放心呢 这单家都怨的穷山屁壤的 出了什么事情怎么办 万年你爸爸又派人再过来 怎么办 你不要怕他 我有我的安排 从未像你坦白 签哥 你过来 快要不下去了 整天整夜的睡不着 每天都想很多很多事情 受委屈了 秋香脸 但是你终于回来了 就这样 答应我 以后 什么事情我们一起扛好不好 快把东西收一下 老师还签一个你等我一下 你不好吃钱给了我一个银房卡 里面就是 有10万块钱 你还是还给他我签一个 这样的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你先收着 我给我爸打个电话 你不要给他打电话 没事事情总要解决的嘛 对不对 你相信我 我一定会处理好的 好不好 杨千亿 爸 你把秋香都逼成什么样了呀 我真的有句话送给你 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 只有牺牲那个最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 一旦那个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 就会被扣上 破坏和睦的帽子 想必你就是这样 避秋香的吧 人心的丑陋在于 明明自己揣着私心 却苛求别人大肚 有些自食杀人不见血 有些伤害 足以诛心 父亲 对不起了 还要不孝 不能如你所愿 我认定秋香一辈子 我希望你成全我们 哎 算了算了 港千亿里听好了 以后你的事情啊 我就不管了 还有啊 公司的字 你也给我了 嗯